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德仔 欢迎收看贾文青 比你爱台湾 让我们带着考察的视角 以乡镇区为单位走访台湾各地 首先要讲一下 最近常碰到朋友跟我说 我好喜欢你那个YouTube节目 但为什么很久都没更新啦 有啊 我们有更新啊 我们每两个礼拜都会更新一集 现在已经更新了40集啦 你想看要订阅啊 订阅 好 呃 那个 呃 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沙鹿区 沙鹿以前写作沙鹿 是平浦族的聚落民 也是大渡王国的一部分 在1920年时才改成沙鹿 18世纪时的沙鹿 可是淡水厅的厅制所在地哦 很难懂对不对 淡水那么远干沙鹿什么事 因为台湾是从台南开始往北发展的 当时的大甲西以北 一直到基隆通通都马是淡水厅管辖的哦 占地将近30公顷的静怡大学 最早是美国主顾修女会 1921年时在河南开封创立的 静怡就是创校修女的中文名字 1948年迁到台中市 1987年再迁到沙鹿来 是台湾史上极少数的女子大学 不过1993年以后也开始招收男生啦 主顾圣母堂便是属于主顾修女会的天主教教堂 2019年才完工 外观非常美 这个可是爱台湾的在地设计哦 你看那个拥有温暖木纹与白边的外墙 那是笋壳呢 取自台湾常见的竹林与竹笋景观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造型设计 圆润的外形有点可爱 又给人温和柔软的感觉 与修女会的宗教形象很合 教堂内部也很漂亮 话说我每次听到这种圣歌 都觉得自己在玩泰石 感觉西莫随时都要跳出来了 经过热情的工作人员介绍 才知道原来以前常听到的告解式 现在大部分已经改成和好式 你看到英文还是confession room 但中文已经改了 房间里也变成双方对坐 而不是一个跪着讲一个坐着听 工作人员解释 这是让信徒与神职人员 能更平等深入的交流 同时强调告解后与教会的和好 而不是告解罪行本身 教堂地下室也有介绍 主顾圣母堂的历史 以及建筑设计的空间 可以看看哦 2007年完工的杀戮之意 名字很梦坏 就是一座还蛮漂亮的天桥这样 以天桥来说杀戮之意的规模 是蛮大的啦 如果是摄影高手的话 桥身的灯光 趁着桥下的车流与路灯 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照片 嗯就这样 台中国际机场又叫清泉钢机场 玉制时期建成 曾经是美军在远东地区的第二大空军基地 2004年以前都是军用机场 后来水暖机场因为都市开发需要而拆除 清泉钢机场便改为军民合用机场 虽然说是中台湾唯一的国际机场 但因为同时也是中台湾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其实民用的部分只有西南角一小块区域而已 再加上目前正在进行原定去年底完工 但因为缺工至少要拖到 今年第三季的新航夏整建计划 机场的开放区域就更小了 目前台中国际机场国内线 手作风格 园区内最主要的建筑是餐厅 如果想在这里用餐的话 一份套餐550块的价钱 实在不能算是非常的便宜啊 不过虽然我没有点没法拍给大家看 但我有偷看到别桌点的 他们的餐点像是那种高档中餐厅刀工细致 认真设计过造型摆盘 高级感满满的创意料理 所以可能也不算贵 当天生意也是不错的 想简单喝杯咖啡或茶的话也没问题哦 100多块就有啦 餐厅外有个很漂亮的池塘 很多人会选择在池塘中的步道或是凉亭拍照 我倒是对池塘中又多又肥的鱼儿们感到叹为观止 真的是急死鱼了我的妈 店家也有卖10块钱一包的鱼饲料 撒下去更可以欣赏万头钻洞 对密集恐惧症患者非常友善的景象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到仙草兵 有一区庭园因为在小小的水稻旁种了两排落雨松 所以冬天时很热门 我去的时候已经进入春天 但即使如此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园区中有不少功能不同的建筑 有手座教室有艺品工方有民宿 还有一家银马店可以租汉服穿来拍照打卡 良心建议这里有池塘 所以上厕所时请将防蚊液喷好喷满 包括你会害羞的地方不然 呃会更害羞 杀戮休闲景观步道在2006年启用 是一条建在国道3号高架底下的步道 全长1.4公里 因为整条步道都在高架下 所以走这条步道不怕太阳晒 但很可惜的是还是怕雨淋 因为高速公路的排水孔就坐在步道的正上方 照理来说可以接雨水管将雨水导入地下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有接有的地方没接 所以家里装不起花洒的话 可以趁下雨的时候来这里体验 杀戮休闲景观步道最有名的景观 是从北边的入口往南看 可以看到绵延 呃 施工中呢 好啦我改天再来 从北边的入口往南看 可以看到由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桥墩所建构出 仿佛无限延伸的步道远景 有人说这是台版万里长城 我认真看不出来哪里像 不过桥梁耐震补强工程还在进行 现在做到比较南边的段落 所以目前还没办法将步道全线走完 可能要再过一阵子等工程结束才行 我觉得杀戮休闲景观步道是一条 现在还没有被好好照顾 但潜力非常惊人的步道 因为它全线在高架桥下 如果把雨水管做好 就会是一条无论晴天雨天都能悠闲漫步的步道 迫度平缓 腹地开阔 没有压迫感 从画面里可以看到许多预留的绿化空间 好好安排植栽的话 景观真的会非常美 由于位于平地一达性高 甚至可以适当规划步道两侧的摊位 我想象中有街头艺人 有小吃摊 有手作饰品 散步间逛街 晚上甚至可以开个小酒吧什么的 真的啦 地方政府加油 这条步道真的有成为明星景点的潜力啦 规划一下啦 罢托 就只是个运动公园 我只是觉得配色很漂亮想分大家看一下 那你不觉得那个建筑造型 好像要变成超级系机器人站起来了吗 好的 这次走了四个台中海线区域 都是我印象中民生响亮的地区 但意外的观光资源都很匮乏 景点经营大多是由下到上 少见政府用心规划的痕迹 不知道是不是中台湾的海线都这样 以前去彰化海线感觉更惨 好啦 这就是这一集的 《甲文青比你爱台湾》 喜欢的话麻烦订阅按赞留言 分享小铃铛哦 拜 《甲文青比你爱台湾》 请不吝点赞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